游覽車卡在狹小的下坡路段是動彈不得 車上30多名乘客說好傻眼 司機趕緊打電話來請求支援 警方上山他們先是請來調車 但發現使不上力 最後只好是出動挖土機 好不容易才幫游覽車來脫困 司機才說這一切都是導航惹的貨 那這起凋詐的事件就發生在南投的中寮鄉 一輛載著遊客的游覽車 他們到南投的進行集集一日遊的行程 他們先是到中寮鄉的清水龍鳳瀑布來遊玩 那下午原本要到集集的正午長工 司機就利用導航要尋找最近的距離 但沒有想到導航卻將游覽車 導向清水到河新村的一條產業道路 游覽車一開始是勉強的通行 不料車子在下坡路段 車頭就這樣卡在轉彎處是動彈不得 司機一面是請求協助 那一方面怕遊客等太久 先請他們慢慢的步行下山 那最後警方是出動了挖土機 利用掉臂的力量是推了將近5個小時 終於讓游覽車可以開出比較平坦的道路 在晚上7點多的時候才終於脫困 那游覽車的司機在車子脫困之後 是鬆弄了一口氣 並表示以後都不要在山區使用導航了 但是哦 那了吧 那現在是在那邊的